主席各位同仁 敬愛的公教朋友們 今天我們將要進入歷史上非常關鍵的時刻 也就是年金的改革 我們真的往前要前進了 請大家原諒我們 但是一定要支持我們 年金的改革不是民進黨呼風喚雨而來 年金的改革 改革的聲音是來自於民間 沒有錯 確實是有部分年金改革的聲音 是來自於我們社會上不同身份的 弱勢年金族群的勞工朋友們 在他們的眼中相對剝奪感之下 年金確實被當作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 而這種不公平的制度 如果說它過去是來自於一定的歷史背景 那麼當前基於相對剝奪感被認為不公平 也是活生生的一個當代的歷史背景 所以改革的聲音其實是來自於民間 甚至於也來自於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政府 不要忘了馬英九總統也說要改革 關中院長也提出了改革的版本 所以我想今天在這裡指控國民黨去分裂社會 是一個莫須有的指控 而改革的目標在哪裡 改革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在於年金的永續 我在這裡要說出這一次年金的改革 在民進黨即將可能支持的版本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款 就是年金改革之後所有改革而結餘下來的經費 全數各級政府都要撥補回去退付基金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年金改革所節省下來的國家的財政 是用來補勞保 那你可以說 你是在分裂社會要去拉平不同的族群 但是事實上不是 年金改革之後所結餘之後的財務 是全數要撥補回去我們的退付基金 所以年金改革事實上是公教體系內在的世代正義 而讓它可以延長破長的時間 是一種內在正義之下的永續年金的目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國家沒有節省到這筆錢 而是讓這筆錢提供給年輕的公教族群 他們可以領得到年金 所以已經退休的公教朋友們 請你們也疼惜剛剛進門的年輕的公教朋友們 這樣的一個內在的世代正義 希望你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支持 最後我要說的是 如同當時本席推動刪除年終慰問金一樣 請原諒我們 但請一定要支持我們 這是必須要走的歷史的一大步 謝謝大家 謝謝管委員 下一位請張委員立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